我想问一下欣欣就是 如果你是吴总 你会这样奋不顾身地 用每一种方法去讨好对方 我不会 不行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 我平在生活中也一直是这样 不管是朋友也好 有任何关系就是 如果我想要跟这个人维持 一个好的关系的话 我会 我也会真心真诚地去对他好 但是在 就像欣欣说的两次三次以后 都还得不到任何回应的话 那我就会 因为我也会尊重我自己 其实是吴总唯一一次 跟他读书的机会 但是如果我当时 我是吴总当时 我是吴总当时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做那些事情 我可能会在前几期 我就已经没有对他怎么样了 因为我觉得 我喜欢他 我尊重他同时 但是我也要尊重我自己 我不如允许我自己 把自己放那么低 会一直 不管他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都会一直去那样对待他 因为我也 我也会考虑我自己的感受 我喜欢你是真的 但是我也会尊重我自己 我可以帮大家尊重我自己的感受 我可以讲一次 我可以讲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